许多人认为戴眼镜能够看起来更知性,更聪明。 然而,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,这项迷思可能真的是事实。 他们深入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及ShedCoin财团超过30万人的基因数据, 发现智商较高的人,坏人有遗传性视力疾病的可能性, 相较于智商较低的人,高出28%。 根据《伟报》30日报道,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在《自然通讯》雜誌上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, 他们研究了30万名年龄结级16到102岁之间,来自欧洲国家民众的样本, 分析他们148个与认知功能相关的基因组区域。 研究人员发现,反应时间与一般认知功能,和许多健康变量之间,存在着显著的遗传重结, 其中与视力、长寿等变量间存在正相关, 而与高血压、躲动症、精神分裂症、心脚痛、肺癌和抑郁症存在着不相关。 换句话说,聪明的人,更有可能因为遗传性的顺利问题,而陪戴眼镜,并不容易患有高血压、躲动症、精神分裂症等疾病, 像顺利化严重抑郁症的可能性,将减少30%,寿命延长的可能性,则增加至17%。 爱丁老大学,认证老话语认知流行病学中心的主任,就向研究的主要负责人迪瑞贝瑞指出, 我们在大约10年前,就曾经动用3000名参与者的数据,来尝试寻找和智利相关的其他基业,结果几乎没有任何收获。 然而这次,我们的参与者人数多了100倍,并且有多达200多位科学家一起参与, 竟然就发现了近150个与智商,反映相关的记忆遗传区域。 迪瑞也补充,研究目前仍有所局限,因为分析对象都是欧洲人, 无法清楚其他血统的人是否也是一样的情况,因此,为了发掘出更多的可能性。 下一步我们需要进行规模更大,样本更多人的研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